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盧逆斯获得了颇为可观的收入 占据了所有的好处 成为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商场大亨 但是他并不快乐 他总是觉得生活中好像少了些什么 于是他情绪越来越屈满 笑容也都越来越少 最后他得了轻微的忧郁症 一个朋友介绍他去看心理医生 医生在获得他的情况之后 只在他的医疗档案上写了一句说话 每天放下身份去帮助一个身旁的人 然后要他拿回去 两个星期之后再来复诊 盧逆斯觉得莫名其妙 但是都是将厨房拿回家了 两个星期之后 盧逆斯又来到了医生面前 但是这次却是笑容满面地推开了门 医生问 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盧逆斯开心地回答 简直太神奇了 当我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 正力去为别人提供帮助和服务之后 反而会得到一种说不出的愉悦感 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当我们用自己的眼光衡量别人的同事 别人也都在审视着我们 我们只有将自己认为最好的东西给予别人 别人才会给予我们最好的贵赠 只有我们更多地帮助别人 才可以得到别人更多的帮助 切记 我们怎样对待别人 别人就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我们 我们怎样对待这个世界 世界就会怎样对待我们的了